哈喽大家好我是麦小豆 今天有时间坐在我这辆房车里和大家聊聊我这辆B型房车 开了有一段时间了 已经有6000公里了 之所以开了这么久才跟大家聊这辆房车呢 是因为我想多体验体验 能把自己经过体验之后的一些真实感受分享给大家 首先啊 在我刚买这辆房车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在评论区里说 你这个价格可以买C型啊 可以买T型啊 其实看到这些问题 也只能就是我只能笑笑 因为为什么呢 我在买这个房车的时候 其实也是经过我自己深思熟虑的 因为我们毕竟自驾有这么多地方了 然后而且那么多国家了 其实我们知道自己的需求点是什么 对我来说 我并不是因为价格问题没有上C型 而是我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C型 我来说说我挑选房车的那个需求 第一个就是要有隐蔽性 就是要低调 因为我买这辆房车 主要是为了以后去欧洲甚至非洲的 我不希望别人第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是一辆房车 一年带来就是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我们中国房车到欧洲自驾 我估计啊 至少十辆里面有五辆是被倒过的 没办法 因为房车的目标实在太大了 而且欧洲的小偷小偷又那么猖獗 而且我们中国的房车车主很喜欢在那个车上贴一些拉花 贴一些奥运吗 就花里胡哨的 人家很远很远就一眼就能认出来 坏人定上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在欧洲南欧啊 北非啊这些地方是真的非常非常乱 而且在欧洲一些国家 你开辆C型房车尽量还是只能到那个营地里面去过夜 像去那个上什么停超时停车场啊 宜家的停车场啊 B型车停在那里是过夜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C型车不行会被驱赶 就算没有被坏人定上 就是被陌生人围观 其实也不是我想要的 现在像很多国内的这种景区停车场 你但凡有一辆C型肯定是会被那种哎呀 吃瓜群众给围观的 我经常见到 因为我正常出来经常见到 呃 当然不排除有些 呃那个车主他喜欢这种 就是被别人问来问去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 而且有些人也会要求说 哎上车参观一下 你又不好拒绝是吧 碰到这种情况 那我就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嘛 你看我们的整个车身 除了厂家自带的一个那个拉花的话 我们自己没有贴任何东西 包括你你在我们车上看不到任何 什么关于卖小多啊 开车去非洲啊 或者我们个人的奥维码 没有任何的拉花 没有任何的东西 接下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 关于一个B型车的空间问题啊 我们这辆大通V90是长5米94 宽2米1左右 除了原车自带的一个 这个赛特福德的一个冰箱之后呢 我自己还加了一台 大概50升的一个车载冰箱 就放在床床板下面 另外除了像电饭煲 电压锅 微波炉 烧水壶 这些必须的那个 那个电器之外 我还自己还带了空气炸锅 炸汁机等等 这些非必要的电器 再加上一些我们拍摄的器材 像无人机 微单 然后摄像机等等 还有像我们网店卖的一些样品 我都带了好几份 还有换洗的衣服啊之类的 过碗瓢盆 这些都算上 目前没有发现说 空间不够用的一个情况 并且我们觉得东西还带多了 等我们这趟回家之后 下一趟出来之前 会把整个车里的行李再做一个缩减 其实我觉得房车里面的空间 就像家里的电冰箱一样 反正有多大的空间 你就会塞多大的东西 你会想方设法的把它给填满 我也考虑过 就算以后我们比如说要去欧洲 非洲可能整个行程达到半年至一年 对我来说 其实空间也是过用的 因为房车里面用到最少的就是卫生间了 因为平时我们在服务区啊 休息区啊 停车区啊 肯定是有厕所 有厕所的话 尽量是在外面上厕所的 很少会在房车里面上厕所 所以整个厕所就可以当做一个大的储物间 我们把一些不经常用到的东西 就是装在比如说那个大的袋子里面 装个两三个袋子嘛 就平时就扔在卫生间里面 如果我们要使用卫生间的时候 只要把那两三个袋子提一下 提出来放到位置上就可以 其实花掉的时间也就几秒钟时间而已 然后用完厕所再把这个放进去 因为你是袋子嘛 你放在里面不会晃蓝晃去 也没有声音 就一点都不影响 再来说一下我这辆B型车的行驶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买之前也担心说 哎呀 会不会不好开 这么高 这么大 这么长 但是我现在6000公里开下来 真的觉得是我自己多虑了 我我在买这个房车的时候 我是给自己配了一个自行车架的 然后我自己还去网上买了一台电瓶车 就是挂在后面的 但是我这个车开回就买了之后 开回宁波在市区里面开了几次之后 我直接就把那个自行车架给给拆了 然后那个电瓶车也没带就有闲置了 就我发现根本用不到 因为我这辆车开到市区其实非常的方便 包括路边停车啊 或者去一些路线的停车场非常方便 我本来考虑的是以后出来玩的时候 就车停在比如说哎 郊区或者偏远的停车场 然后人几个电瓶车 进市区里去采购啊或者去玩什么的 但是完全真的就没必要 所以直接就把那个自行车架给拆了 总之大家在选什么样的车型的时候 不管是B型T型C型 还是你说要那种很大的欲业的那种卡车房车 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 你可以多去房车展逛逛嘛 就像我自己一样 我觉得我自己的自驾有经验是还是比较丰富了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在意的是什么 我不在意的是什么 不要听网上很多人给你瞎扯 给你推荐什么东西 其实你先不管他们懂不懂房车 至少他们不懂你的需求 他们只是说自己想买一个什么车 然后希望你也买一个什么车而已 就目前来说 像我们的两个人出行 包括像我们的一些使用环境来说 一辆长轴的一个B型车来说是完全够了 好了 今天就关于这个B型车的使用经验 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然后大家有后续有一些想问的问题 可以给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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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